存钱有几点 首先提高收入 然后要自动化 然后是尽找投 然后是定投 为什么要首先提高收入呢 如果你收入不够 你一个月就存那么几十块钱 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呢要自动化 比如说有个软件叫Acorn 它可以自动的 每次你花钱 比如说你花了15块6毛钱 那它帮你把这个零头存上 你可以选零头的三倍或者五倍 那你这样就不用说 自己掏料包出来存钱 如果每次都让自己手动存钱 很难存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定投 比如说你就定投 某币或者什么 每个月固定50块 每个月固定100块 还有就是存钱的目的是为了投资 尽早首付够了 就尽早买房 光靠存钱存不了多少钱的 小红书 小红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